我成紧紧的甘露心 化成了甘恨的心 我们一起来念《开经》记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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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耻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 摄利福 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 无量相佛 无量传佛 大光佛 大明佛 宝相佛 净光佛 如是等横河沙树诸佛 各与齐国出广长舌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说诚实言 如等众生 当信誓称赞 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这里边有一个字叫无量传佛 一个毛巾的金字 然后一个儿童的童字 这个字不要念错了 那我们平时啊 其实大家基本上见过两种床 一种叫石床 它比塔要细 表面上像一个细长细长的塔一样 有金属做的 也有石头做的 上面刻了许多佛像和经文 那有一些平常的老百姓不知道 也会把它误称作是塔 实际上在佛经里边呢 叫做床 另外一种是布座的 悬挂起来的 在比较大的佛殿里边 都会从上面悬挂下一个圆筒状的布来 上面写了一些经咒 那个就也叫床 姐 佛又对摄理佛说到 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西边 无穷无尽的各世界里头的佛 也都劝他们本国里头的一切众生 要相信这境 是 无量寿佛同了阿弥陀佛同名的 你们要晓得十方世界 同名号的佛也多得了不得 不是数目可以算得清楚的 若是当作就是阿弥陀佛 不免太矮板了 这个矮板两个字啊 人们经常念错 念成呆板 因为就是我们平常说这个人很呆的呆字 但是正确的念法应该是矮板 同名号的佛很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 语言和文字太有限了 表达不了无数的佛 没有那么丰富的名词术语 所以必不可免的就会有许多名字是重复的 就像有些大师收了很多的弟子要给其法名 起来起去的不可避免的就有很多人的名字重复了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一尊佛就可以有无数的名号 一个名号也可以有无数的佛 这也是不可以不晓得的 无量授佛的名字 在前边解释 《比佛寿命》一句里头 已经详细讲过了的 这里不必再讲了 无量相佛是说 佛种种形象的好 没有限量 就像观无量授佛经上说 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种相 一种一种的相里头又有 又各有八万四千种的随形好 随形好是跟随这个形象上的好 每一种形象里头还各有八万四千种连带的好象 一种一种的随形好里头 还各有八万四千种的光 实在也可以称它是无量光的 无量床佛的床字同了翻差不多的 都是拿来做引导用的 不过翻是扁的 床是圆的 或是六角八角的 竖起来很高的 借它来比喻佛的功德高大 床的数目无量 就是表示佛的功德无量 大光佛是说佛光最大 没有一处照不到的 大明佛是说佛用了大智慧 破除一切无明迷惑 没有了无明 那就是大明了 宝像佛是说佛的形象好 比重不同的 像是各种的宝贝 还有一层佛经里头 常常拿宝贝来称赞佛像的 佛像眉心中间的白豪像 说它是像玻璃桶 这就是所说的宝贝像了 静光像是说佛的光明圆满清静 被这种光照到的人 就能就能就能够得到身心清静的利益 下边的几句仍旧同前边 前面一样解释的这一段是说 西方许多佛也都称赞这阿弥陀经 劝众生相信 这一段呢 除了解释佛的名号有所不同 其他的意思都一样 所以我们也不必再说很多的话 这里边说的已经是够清楚了 佛教里边的这个名字 是表智慧 而无明就是没有智慧的意思 有的时候大家对无明 实在是不了解 你说个没有智慧 好像还不太具体 那我们说无明就是烦恼 这就比较明确了 所以我们常说啊 讲到无明的时候有两种无明 一种叫做一念无明 四注地烦恼 他把无明和烦恼放在一起 所以就很明白了 另外一种叫无始无明注地烦恼 所以说无明就是烦恼 烦恼就是无明 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 舍利福 北方世界由厌间佛 最圣因佛 南居佛 日生佛 往明佛 如是等横河沙树诸佛 各与其国出广长舌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说成事严 如等众生当信誓称赞 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结 佛又对舍利福说 这个世界北面 也有无穷无尽的世界 那些世界里头无量无边的佛 也都劝他们本国里头的众生 要相信这不经 是 厌间佛 同了前面 大厌间一样的 已经解释过了 最圣因佛 是说佛的声音最好 胜过 所有一切声音 佛的声音 总共有八种的好处 第一种 叫做极好音 各种天上的人 同了声闻菩萨 说话的声音 也都是好听的 但是比了佛 终究是急不到 所以说佛的声音 是极好 没有比得上的 佛的声音 好到什么程度 这个我们要听到了 才能知道 佛的声音 它有极强的射受力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欢喜 你听了这个声音 就欢喜 所以一个人 好的声音 也能够有助于 弘扬佛法 在佛教里边 其实很讲究的 佛殿要盖得庄严 佛具要擦得干净明亮 花要弄得整齐 漂亮 要讲究艺术 种种的香 要烧好香 没有其他邪的味道 油要点香油 不要有不好的味道飘出来 等等各方面 包括各种各样的法器 都很讲究的 不能够随便凑数的 这样才能使我们肃然起敬 为此 佛专门有经典 说佛像应该怎么造 造佛像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比例 头怎么样 耳朵怎么样 脖子怎么样 讲得非常的细致 所以 要讲究 庄严 那么在 佛寺 院落里边 也应该布置的花草树木 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 如果不小心有了垃圾 要及时的打扫 所以比较大的寺庙里边 都会有很多的护法居士 发心去做这些工作 而寺庙里边的每一位僧人 也各司其职 都有他们所要做的事情 有些人不理解 说佛 说和尚不上班 他们白吃白喝 这个话说的真的是有点冤枉 你没有到寺庙里边 你没有到寺庙里边 你没有出家当僧人 你不了解 僧人各司其职 每个人都必定有一份工作的 好比说看电当香灯室 好比说敲打法器当粤重 好比说在课堂接待客人 做照课 那么在一些小的寺庙里边 大部分的工作都要僧人自己做 哪一个工作要没有人呢 厨房里边没有人做饭行吗 吃了饭以后没有人洗碗行吗 有些寺庙还要种一些菜 那些蔬菜没有人照应的话 能长好吗 太多太多的工作了 如果说是寺院里边的职士 那就更忙了 如果是寺院里边的住持帮帐 那就事情更多了 所以他们在做他们特殊的工作 虽然不是世间的工作 但是有些工作也必须是要做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 不可以随便说话的 再说 和尚不生产 不挣钱 他们的钱从哪里来 所有的钱都是十方信众供养的 你如果不想供养 不心甘情愿 你可以不供养 但是不要乱讲话 因为僧人接受供养 也是为了给众生呢 让众生能够种福田 这也是众生的福报 这也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和所有的佛 留下来的一个传统 佛教在家和出家二众各有分工不同 在家的信众 因为有家庭有生产 所以要供养出家众 出家众因为不是生产 因为他要管理这个道场 管理这个寺庙 他要多学习佛法 然后更好的弘扬佛法 自己学好了来教居士们 所以在家出家二众 和和的来护持弘扬佛法 才能够使佛法远远流长 不断的发扬光大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佛法怎么能够流传到现在 多少的出家人和在家的护法居士 在那里勤勤恳恳的工作 所以我们劝说那些不信佛 或者初信佛的人应该理解 自己也投入到学习佛法 和弘扬佛法的行列里来 来为自己修福报 种福田增长智慧 使自己也能够早日成佛 得到佛法最最殊胜的利益 第二种叫做柔软音 佛是大慈大悲的 所以发出来的声音 也是温柔和软的 佛一定不会斥责众生 众生有再大的缺点 错误毛病 佛都是寻寻善诱 来引导众生 使他们自己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然后逐渐的改正 第三种叫做和弑音 和弑没有违背的意思 弑是相当恰好的意思 佛所说的法 都是照了自己所正道的道理 依了听法人的根性的大小深浅 替他们讲演 向上合着自己所正道的道理 对下合着听法人现在的根基 两面都顾着 恰好的和和 适当 一些没有根基同了教法不偷积的说话 第四种叫做尊慧音 佛是一切众生里头最尊贵的 佛的智慧是最广大的 所有发出来的音声能够使得听到的人 心里头都尊重他的说法 并且能够使听到的人增长许多的智慧 第五种叫做不女音 佛的十个名号里头 有一个叫调育丈夫 调是教化的意思 育是引导的意思 丈夫就是男人 俗话说的男子汉大丈夫 实在 大丈夫三个字 只有佛能够说 佛的声音能够使得天魔外道 听了都归服他 不像那女人的说话 一味的柔软好听 没有威势的 有些人呢 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不理解 说佛法怎么也众男轻女 其实这错了 佛法绝不会众男轻女 因为一切众生都平等 但是事实上 女众的确是比男众 有更多的苦 有更多的毛病 这个是事实 因此烦恼也比男众 普遍的来说更多一些 这也是一个事实 声音和男众也不同 缺乏微视 这也是事实 所以佛讲法的时候 都不会发女人的声音 都是男子的声音 非常圆融 洪亮 佛的十个名号 在后面修行方法里头会说明白的 天魔就是天上的魔 天上的魔在说什么 一般来说就是指 魔王波寻 而魔王波寻 波寻在什么地方 其实他就是欲界天 最上一层 他画自在天的天主 名字叫波寻 加上他那些魔子魔孙 专门和佛 和佛法作对 所以把它们叫做天魔 第六种叫不悟音 佛的智慧能够见到一切事情的真实道理 所以发出来的声音一定没有一些错误的 第七种叫做深远音 深是指数理说的 远是指横理说的 佛的声音能够使得所有十方有缘众生 大家都听见 没有上下远近的分别 声音本来就是辨识方的 但是我们平常人的声音非常有限 他传的距离有限 他的穿透里有限 佛的声音可以传遍三千大千世界 如果一个法会的会场 好比说有一公里广大 方圆一公里 那么在一公里以内的人 不管多近多远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佛在世的时候不可能有麦克风 不可能有音响设备 不管多大的法会 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清楚 没有任何问题 不但如此 就是远在他方世界 听佛说法也像在跟前一样的 佛的声音具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功德 第八种叫做不结音 不结就是无穷无尽的意思 佛的说法就是只说的一句 也有想不完的许多道理在里头的 佛有这八种的声音 所以说是最圣 南居佛的举字是水的明目 有流动的意思 凡夫在轮回里头生生死死的不了 就像流动的水 佛是已经正了法身 永远不会变动的了 所以说是南居 还有一个解释 举字同组字可以通用的 南居是说佛的威德神通 一切天魔外道都难阻止住他 日生佛是辟语佛的智慧光 能够照到一切像是太阳升起来了 各处都照到的意思 若是说佛光照了 可以破自己的无名 那是自立 若是说佛光照了 可以破众生的迷惑 那是立他 网明佛大半天王有一个宝珠的网 网上有一千个宝珠 都有光发出来的 一颗一颗珠子的光 这颗照那颗 那颗照这颗 光头回者转来 更加明亮的了不得 佛的智慧一切都能够照到 像大半天王的珠网一样的明亮 这也是辟语佛的智慧的 还有几句经 照就是照上边的解释 这一段是说北方的许多佛 也都称赞着阿弥陀经 劝众生相信 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 舍利福 下方世界有狮子佛 明文佛 明光佛 达摩佛 法床佛 持法佛 如是等横河杀树诸佛 各与其国出广长舌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说诚实言 如等众生 当信誓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解 佛又对舍利福说道 这个世界的下面 也有无穷无尽的世界 那些世界的一切佛 也都劝他们本国里头的一切众生 要相信这部经 是 狮子佛的狮子 两个字 就是狮子 是野兽里头的王 只要他叫一声 各种的野兽 都吓得不敢动了 佛的说法 能够使得一切的众生 都相信他 佩服他 就是那天魔外道 也都皈依佛法 像是狮子 降服一切野兽的情形 差不多的 多闻佛 同了前面的 明文光佛 差不多的 已经解释过了 明光佛 若是说佛的名声 像那日光照到远处一样 那就同上面的明文光是一样的意思 若是分开来说 那明就是佛名 光就是佛光 佛的大名声 一切世界都能够传得到 佛的智慧光 一切世界也都能够照得到 照这样解释也可以的 达摩佛的达摩两个字是梵语 是中国文的一个法字 佛自己证得了法身 再说出各种的方法来 要使得一切众生 也都证得法身 自利利他 都在这个法字上边 法床佛的床字 有使得人家信仰的意思 床字在前边 解释无量床佛一句里头 已经详细说明白了 佛法最高 一切的众生都信仰的 所以拿床来比 持法佛的持字是拿定的意思 拿定了这种最妙的佛法 教化一切的众生 使得他们都能够脱离苦海 到极快乐的地方去 还有各具的解释 仍旧同前面一样的 这一段是说 下方的许多佛 也都称赞这阿弥陀经 劝众生相信 阿弥陀经 讲的是六方佛 实际上原来的经典 是说十方佛 翻译的时候 为了随顺 我国的 习惯 喜欢简单 所以就把十方 说成了六方 按照 经的意思 是一点也不会有所改变 所以也没有关系 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 舍利弗 上方世界有梵音佛 素王佛 相上佛 相光佛 大眼间佛 杂色宝花延身佛 梭罗 素王佛 宝华 德佛 见一切异佛 如须弥山佛 如是等横河杀住诸佛 各与其国出广长舌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说诚实言 如等众生 当信誓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 所护面经 结 佛又对舍利弗 说道 这个世界的上边 也有无穷无尽的世界 那些世界的佛 也都劝他们本国里头的一切众生 要相信这境 是 梵音佛的梵字就是梵天 梵天的人 没有情欲的念头 都是清清静静的 所以 身口一三种叶 是清静的 修静行的人 就说他们是修梵行 这里我们多少说两句 梵天呢 就是指色界天 因为色界天 已经超越了 欲界 所以他不会有 欲界的 浑浊 因为没有任何 男女的欲望 也没有 对世间 财色明识税的贪恋 色界的众生 经常处于清静的禅定之中 所以 管他们叫 清静 犯就是清静的意思 所以 犯行就是 清静行 那我们有的时候啊 一些老和尚 就把它叫做犯恨 这个一开始讲的时候 我就说过了 我估计这是方言 因为任何字典 我都查不到这个发音 我们说一个人修行以后 有了道行 那个念恒 也不念恨 所以我们了解他真实的意思 就就好了 佛说的各种方法 都是教众生 除去一切的烦恼 使得心里头好清静 所以佛的声音 也说它是梵音 就是取清静的意思 秀王佛的秀字 就是星秀 上面我可能念错了 我念称肃王佛 月称星秀的王 因为 无数的星光 都比不上一个月亮的光 所以说它是王 譬如 佛在一切众生里头 最尊最贵的意思 这里多少说一句 我们平常说天有三光 日月星 太阳是横行 自己会发光 月亮只是地球行星的一个卫星 它根本不能发光 它只是反射太阳的光芒 但是我们地球上的人看来 月亮 它比任何星星都大 是站在我们这个角度上说的 其实 其他的星星 我估计哪一个 都要比月亮大的多的多 因为它们都是恒星 恒星都是自己会发光发热的 相上佛 是说佛是相中最上等的相 佛证得了五分法身的相 五分法身相 是说用了五种功德的相 熏出这个法身来 所以叫做五分法身相 五种什么功德相呢 第一是戒相 自己心里头没有贪心 称心 吃心等种种恶心 就叫做戒相 大家学习六组谈经 六组谈经里边有关于 这五分法身相的说法 那就是戒定慧 解脱 解脱之见 所以第一个肯定是戒相 戒什么呢 戒贪嗔痴 这是一个总的说法 戒当然有很多 很具体 好比说五戒 八观摘戒 沙弥戒 比丘戒 比丘尼戒 菩萨戒等等 所以修行 戒定会三学 上来就要在戒上下功夫 我们很多的人修行 总想超尽道 走捷径 可以不持戒 不受戒律的约束 又想能得到佛的大智慧 得到佛法最最殊胜的利益 这可以不可以呢 佛怜悯一切众生 即使这样的众生 佛也设受 那怎么办呢 修行念佛法门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算你借品不全 你不能很好地受持 或者说五戒等等 众戒 你一条都没有做到 但是你肯发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佛也一样的奢侈 佛也一样帮助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我们修行人呢 不能够这样去想 我们要发无上的道心 我们应该从修行的开始 就一直受持清净的戒律 严格的受持 若有悔犯 立刻忏悔 保持清净 应该是这样 当然 我们对于那些不持戒的人 或者犯戒的人 我们也同等看待 并不小看他们 可是修行的人 自己要检点自己 要尽量地严格要求自己 不可以太放纵自己 应该以戒为师 戒定辉三学 首当其冲 就是要持戒 要想使自己的修行 能够进步快 得着殊胜的利益 那就要很好的持戒 你现在不持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品位就很低 你要在莲花里边 很长的时间 莲花才能打开 你才能够见佛文法 另外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的戒律 你也要严格的受持 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没有一个不持戒的 因为那是清净之地 所以要想早早地和极乐世界相应 就要严格要求自己 尽量地不要偷鸡取巧 第二是定想 对了外边的种种境界 不管它是好是坏 是苦是乐 心里头总是一些也不动 就叫做定想 关于定的解释和说明 太多了 总而言之 我们要把心定在佛上面 把心定在佛法上面 定在我们修持的法门上面 不要动摇 这样时间久了 就一定会获得定力 当然如果修定的话 也可以专修 那专修定的时候 就有种种种种的方法 所以定的名目 也多得不得了 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仔细讲 但是要知道呢 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了定 这个戒就有了保证 因为有定供戒 在定中是不会犯戒的 有了定就可以开发我们朋友的智慧 与智慧相应 所以定啊 非常的重要 第三是会想 明白一切真正的道理 不起一些些乱想的心 就叫做会想 学佛 学佛最终是要获得智慧 因为不论解脱还是成佛 需要的都是智慧 没有智慧 仅仅有戒和定 只能扶住烦恼 不能断烦恼 最后断烦恼 一定还是要靠智慧 小圣断烦恼 靠的是解脱智慧 大圣断烦恼 要靠成佛的智慧 就是我们所说的般若智 第四是解脱想 心里头清清静静 不去想那一切的境界 逍遥自在 没有阻碍 就叫做解脱想 因为修行有两个目标 一个是解脱 一个是成佛 仅仅修解脱的就叫小圣 不单解脱 还要成佛的就叫大圣 大圣里边也有解脱 比小圣更加书生 因为小圣只解脱 分段生死的烦恼 大圣还要解脱 便于生死的烦恼 就更进一步了 因此 这里说到 要解脱 就要明确 我们要解脱的目标 然后把这个目标锁定 坚持不懈地去修行 一直到达到这个目标 第五是解脱之间想 既然自己的心不去攀缘 外边的境界 也不放它落在空的一边 那么就应该多读各种佛经 多看各种佛 多看各种讲佛法的书 可以增长自己的智慧来 就叫做解脱之间想 解脱之间想在于强调 要想解脱 首先要有解脱的正确之间 这个之间是我们 能够上正路的一个方向盘 一个指路明灯 如果没有正确的知见 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脱的 有些外道 由于缺乏正确的知见 虽然经过勤苦的修行 路还是走错了 最终不能够解脱 比如说 在四禅里边 有一个叫无想天 这就是外道修行走错路了 他认为 只要把前六十都消灭 就能够进入涅槃的境界 经过他勤苦的修行 他做到了 在涅槃里边 由于没有 在无想病里边 由于没有前六十 所以呢 就什么也不知道 他就认为自己已经入了涅槃了 可是这个定啊 虽然非常非常的 长久 可是总有一天呢 这个天赋啊 被他消耗完了 还是要出定的 一出定 看到自己又回到这个世界上来了 根本就没有入涅槃 然后他会棒佛 棒法 他说佛 骗了他 根本就没有涅槃 这回事 由于棒佛 棒法 就会落到地狱里面去 所以 之所以如此的勤苦 而不能够正得涅槃 其原因就是没有正直正见 因此获得正直正见 是我们修行的第一要物 上边所说的 不过是就我们初学修行的人 学习那五分法身相的方法说的 若是讲到佛 那是已经完全正到了法身的 他的功德的相 就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知道的了 攀缘外边的境界就是这个心 攀住在外边境界上的意思 原字也就是攀的意思 攀缘这两个字 要好好的理解 如果说攀和缘是一个字 两个都是动词 它合在一起 就像我们说道 是路的意思 路还是路的意思 那放在道路把它合在一起 还是道路的意思 也可以分开用 可以单讲道 也可以单讲路 都没有问题 攀缘也是这样的 广讲一个攀 攀比复比 缘也是这样的 但是缘有的时候 是攀的对象 所以我们去攀某种 什么什么样的缘 众生无名 总是喜好攀缘 攀缘什么呢 攀缘 有大钱的人 有大权的人 攀缘有大名望的人 有大名声的人 当然也会攀缘 有各种各样本事的人 好比名演员呢 等等 都会攀缘 有的人攀缘以后 还借这些 有名望人的声誉 来抬高自己 也有一些人呢 互相攀缘 你借他的力量 他借你的力量 这样的互相增上 而佛教 是要远离世间法 修清静解脱之法 因此呢 是要远离攀缘 所以修行的人 要清静自守 要耐得住寂寞 要到远离人群的地方 去自修 任何一个修行人 都应该有这个阶段 每一个人要想有这个阶段 时间总是能够找得到的 机会总是有的 但是你要有这个心 在很多经典里边 不单是小圣的经典 教我们要到阿兰诺修行 要远离愧闹 大圣的经典对菩萨也是这样讲的 远离人群 远离愧闹 去一个人清静的去修 所以现在啊 有一些道场就会盖一些官房 闭关的房 这就是一个人在里边 有些官房是寺院里边盖了一栋大楼房 里边有若干房间 或者也有盖一些若干的小院子 让一些专修的人 可以在里边很好的自己用功 给他营造这样一个小的环境 还有一些道场 由于他比较有地方 或者在在这个山里边 或者在树林里边 那么就散在各处有一些小房子 也可以在里边专修 那么另外一些特殊的地理环境呢 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山洞 那经过修缮装饰以后呢 方便人住在里边修 也是很不错的 所以要想找地方总是不愁 一般的居室呢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 那么你就在闹室里边 一栋楼房里边 有那么一两间小屋子 没有人来打扰 照样可以专修 没有问题 专修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专修的时候 你可以全身心投入去用功 比平时用功呢 那要好得多 因为那个时候呢 远离热闹 远离各种各样的攀缘 不打电脑 不看电视 不开手机 不接电话 干脆电话线也都关闭了 没有 就是自己一个人专门用功 好 下面我们来做回向 请大家合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惜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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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